發呆學日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發呆 然後我們今天繼續三個日文單字叫句子 第一個單字是 遊覽船 遊覽船就是那個前面寫的遊覽船 就是渡輪船的意思 然後遊覽船に noru noru就是指搭船的意思 所以遊覽船にnoru 就是搭乘渡輪搭船之類的 然後這裡會放 ni 中間是用ni來連接 所以遊覽船にnoru 遊覽船是指船渡輪的意思 noru是指搭船的意思 遊覽船にn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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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第二個單字第二個詞是 きょうざい きょうざい きょうざい是 就是教材 教材的意思 然後這裡 就握給他 連接詞放 singing きょうざいを作る きょうざいを作る きょうざ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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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编写教材的意思 教材を作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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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编写教材的意思 然后第三个单词是 ZOLE ZOLE是 草鞋的意思 虽然 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会穿草鞋了 反正 ZOLE就是草鞋的意思 然后O是这里的连接词 所以 ZOLE HACK ZOLE HACK 就是穿草鞋的意思 HACK 就是只穿的意思 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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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LE HACK ZOLE HACK 就是穿草鞋的意思 ZOLE 是我们的草鞋 那个草鞋 HACK 是穿的意思 穿 所以 ZOLE HACK 就是穿草鞋的意思 然后 我们再从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 游乱船 游乱船に乗る 就是 搭乘渡轮的意思 游乱船に乗る 搭乘渡轮 教材 教材 を作る 教材 を作る 边写教材的意思 最后一个是 ZOLE HACK ZOLE HACK 就是穿草鞋的意思 然后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想听更正确的发音 会放在后面 也可以去听哦 游乱船 乘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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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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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和白